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千世界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君洪台长也被誉为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卢君洪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特意广致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歇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时隔一年 卢君洪台长心系北美佛友 不辞辛劳赶赴加拿大与美国五地 与众生结缘 使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广度众生 使和平理念深入人心 将和平之音传遍世界 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离苦得乐 请卢君洪台长接受博友祭宪的鲜花 法语撒遍洛杉矶 明心见性显真地 一朝顿悟修菩提 学佛开悟明真意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荣天护法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各位嘉宾 各位尊敬的媒体朋友 我们各位法师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上次来到洛杉矶 洪法的情景 历历在目 美丽的洛杉矶 善良的人民 我们勤劳的华人 纯洁的学佛人 让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 随着现代人思维的转变 我们人对物质的追求 更胜于对精神的追求 所以我们需求的越来越多 每天我们活在欲望当中 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会痛苦 失去的时候我们会恨 攀比的时候我们会失落 让我们的生活出于在忧郁 恐惧和烦恼之中 所以我们的心中经常有着很多的压力 和把别人不好的思维 对自己的伤害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垃圾 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垃圾每天清空 我们时间长了 我们就会伤害自己的心灵 所以要想通想明白 克服这些烦恼 我们很快就会摆脱烦恼 如果我们每天活在忧郁当中 可能我们就会成为精神疾病的患者 所以学博人想得通就是开悟 能够想明白 无所谓了 那就是解脱呀 全世界有三亿四千万人 拥有忧郁症 其中每年自杀率为一百万人 我们怎么样来摆脱这个世界的烦恼 怎么样让自己活在一个清净的世界当中 就要学佛 要学活 学会忘记 要放下执着 因为学佛的人知道 这个世界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一切都不会长久的 所以想不通的人就会得忧郁症 想得通你就会脱离这些烦恼 过去有很多名人都得了忧郁症 像著名的作家托尔斯坦 海明威 在美国就在今年的六月份 洛杉矶一位忧郁症的患者病人 曾经拿到了研究助学助理的奖学金 但是他忧郁症的患者病人 使他开枪杀死了他的教授 成为了血案的凶手 人间有太多的想不通 一旦人走进了死胡同 就会让自己的思维进入了一个绝望的空间 就会丧失理智和本性的平衡的心态 致使自己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 这就是佛法中经常讲的 因贪成恨 因为贪念会变成的恨 因为贪不到就会恨 因称称吃 就是因为恨了就会做出傻事出来 这就是贪称吃 所以学佛人要降伏自己的心 我们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离开 所以要懂英国 要开智慧 我们做人要想得通 没有什么恨的 也没有什么贪的 因为这个世界万般带不去 只有夜随生啊 美国的刑事案件 每年在两千万件以上 每十万个人就有六千到七千件案件发生 受害人无数 很多人每天在恐惧和压力下生活 曾经看过美国的经济学人的报道 说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州 有一位商人 他的忧郁症非常严重 每一次当忧郁症犯的时候 他的头痛得像炸开一样 再怎么休息 也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痛苦 带来的失望 再坚强的男子汉 也斗不过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 当你变得很脆弱的时候 你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商人自己不止一次的试图自杀 多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美国的自杀率非常高 这篇文章说 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已经有六名美国人 试图自杀 再过十几分钟 就会有一名自杀成功 所以我们心灵的压力 已经促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生存 不能适合人跟人的一种架构的 一种扭曲 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 跟人一接触 首先就是怀疑你会不会来伤害我 这就叫恐惧 人跟人一接触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怎么样能够多赚你一点便宜 让你怎么样能够相信我 我骗你还是让你能够相信我 所以学博人就要改变现状 学博人要知道这个世间无常 人间的一切拥有都是暂时的 就如佛法当中 金刚经所说的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说的就是我们做梦一样的生活 很快就会过去了 大家再想一想 我们年轻时候在中学小学的那些恩恩怨怨 现在还想得起来吗 就犹如梦幻泡影 就像夏天的露水 我们像电一样很快的就过去了 所以一切都会过去 年轻的时候 多少大事现在回想起来 不就是梦幻泡影吧 所以想通想明白是人最重要的问题 很多老年纪的人现在想通了 他们放下了 这是我们欠孩子的 很多都是我们前世所为 自己不伤自己了 你就是叫自我解脱呀 人的贪心往往会害死自己 因为贪心 这个病会生根发芽 贪一点点就会贪凉点点 很多人没来美国之前 心想我只要买一辆能够走得动的车就可以了 来了之后就慢慢的要开名牌车了 有的人想我有一个公寓住住就可以了 慢慢的天天想住house house住好了之后又想住靠近海边的人 会觉得越来越不够 因为人的贪 他会不断的发芽和长大 当年有一个船长 船到了现在的美国 见到了那些印第安人 他说我能不能用我船上的这些珠宝 换你这块土地呀 当时的印第安人非常惊奇的看着这些珠宝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么闪闪发亮的珠宝 他们说好我们有的是土地 你现在骑着我的马 你走到哪里 哪里的土地就是你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天黑之前回来 那个人就不停的吹马甲鞭往前跑 骑着马一看 哎呀这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高粱 一看那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稻子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都归我了 越走越开心 太阳偏西了 他还不知道 天黑了 他连路都找不到回来 骑着马不知道赚了多少圈 结果精疲力尽 摔了个跟头就再也没有起来 被人发现之后 别人给他挖了一个坑 就地埋了 牧师在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 上帝啊 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 其实就是这个坑这么大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的贪心 贪心为了钱 连命都不要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天天为了钱 不是还在玩命的打工吗 自己拼命的在做呀 所以贪心会害死人的 做什么事情 要学恐闷之道 忠庸之道 不要过偏 够了就是享受 我行了 我满足了 满足了就是快乐 这就叫放下了 2500年前的当年 佛陀在舍卫国 奇数及孤独园的地方 我们伟大的佛陀 为比丘们开示 他说 农夫耕种 有三种需要随时 随着时节来进行的工作 哪三种呢 第一就是耕田 第二就是灌钙 第三就是播种 农夫在灌钙耕田和播种之后 他们不会希望 我今天刚刚种下去 明天就可以拿到 就看着他的长大 马上让他成熟的 虽然农夫不会这么想 但是总之已然入土 自然会随着时节 因缘长大成熟并结果 其实学博人 也是有三种需要随时学习的 叫善学 第一叫善戒学 第二叫善意学 第三叫善会学 其实善戒学 就是要持戒 要能够学博的人 要有戒律 第二叫善意学 就是要懂得禅定 什么事情不要着急 碰到什么事情 要心定的下来 脑子要纯洁 才会有自己的智慧长出来 我们中国人讲 要冷静啊 西人就叫要cold down 要cold down啊 第三种 叫善会学 就是讲的要开悟 我们要有智慧的人 才能彻悟人生啊 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了 不能去找了 要马上开悟 但是虽然我们学习了 但是并不是今天和明天 后天就会不起烦恼 马上得解脱的 很多人到庙里去拜佛 什么都不懂 以为我去拜拜佛 菩萨就会给你感应的 实际上当你的心 已经像菩萨一样 慈悲的时候 你的心跟菩萨才会有感应 所以善良的人和善良的人 容易同情对方 所以要拜佛的人 首先心要善良 你不要怕菩萨 不会来救你 等待因缘成熟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不生烦恼 心得解脱呀 台湾有一个老妈妈 活了111岁 这个老人叫陈春 她有一句话说给我们听 说一件事情想通了 就是天堂 一件事情想不通 你就在地狱 他说既然要活着 就要好好地活呀 人有些事情 引来了很多的烦恼和麻烦 其实这些烦恼 完全取决于 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 看待和处理 如果你能随缘 宽容别人 你自己心会很放得下 如果你把他看得很恶对方 你会生气 会难过 你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忧伤 这次我在加拿大 红发的时候 一位老人家告诉我 他说台长 我的先生走的那一天 第二天 一个晚上 我整个头发都白了 我告诉他 你就像五子虚过关一样 他告诉我真的 过去看戏 说五子需要过关 过不了关 自己一个晚上急了 全部头发和胡子都白了 现在真的有这么个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不要着急 既然来到人间 既然有事情发生 你就有对付他的方法 这叫积来之则安之 佛法界讲的 就是由烦恼来的时候 你就有智慧产生 这就叫烦恼基菩提 所以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烦恼 没有人会让你睡不着觉 唯一的让你睡不着觉 逼着你自己难受的不是别人 就是你们自己 所以要学会在人间 什么事情都不要太在意 换一种思维的方法来考虑问题 人间的烦恼 因为烦恼的通信就是无常 你们想一想 今天的烦恼一个月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今天的烦恼一年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你烦死的话 那你到了死的时候又会怎么样 想通想明白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烦的 因为烦了就会过去了 所以烦恼不是一个病 真正的烦恼是你把这个烦恼放在自己的心中 不断的让他烦 你才会恼怒啊 很多老妈妈跟台长早就认识了 洛杉矶我跟我们的福友啊 华人华侨我很有感情的 那些老妈妈就喜欢听炉台长讲这些 所以他们今天一早就来了 所以我今天要多讲点给你们听听 在1944年 美国有一个叫名人录 模特公司有一个主管叫米歇尔 这个女的呢 很厉害 有一个很天真纯洁的小女孩 想来应聘模特 这个米歇尔他就告诉他 你这个孩子 最好去找一个秘书的工作 你根本不能做模特 这个女孩子的当时的名字叫罗马歇尔 或者这个女的米歇尔告诉他 你就干脆早点嫁人就算了 这个女孩子后来的一名叫玛丽蒙鲁 所以我们人不要被别人的一句话 就伤害自己 我们人不能因为别人看不起自己 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我们人的毛病 就是因为别人骂我们一句 我们回到家 要伤害自己 想起来就难过 伤害自己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所以不要让别人对你伤害 再来害你 伤害你自己 学会人生 要有四个别 我告诉大家 做人要有四个别 第一 别为一点小事情 去钻牛角尖 着急发火 以致应小时大 后悔莫及呀 第二 第二 别过于看重人间的名利得失 因为失了还会得 得了还会失 第三 别在人间这么敏感 因为很容易曲解别人的意思 让你自己伤心难过 第四 永远不要在生气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否则 你一定会为你这个决定 后悔的 如果一个生活中 没有信念的人 他就犹如一个掉进海里的水手 会在浩瀚的大海里沉没 直至灭亡 台长告诉大家 洛杉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在1989年 美国洛杉矶大地震 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三十万人受到了伤害 一个年轻的父亲 安顿好自己受伤的妻子 他就冲向了自己七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 等他过去一看 那个昔日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三层楼的学校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顿时感到眼前一变漆黑 大叫 阿曼达 我的孩子啊 哭得就跪下来了 在地上大哭之后 他突然之间想起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 父亲总会跟你在一起的 他挺起身向那片废墟走去 他就用手在搬开石头 用手在挖 这个时候不断有很多的父母亲走过来 大哭 我的儿子啊 我的女儿啊 哭过之后都绝望的离开了 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 太晚了 孩子们已经死了 你回去吧 还有人说 你要冷静一点 你要面对现实啊 这位父亲双眼直直的看着他们问 你们帮不帮我 没有人帮他 消防队拦住他说 太危险了 随时可能起火爆炸 请你离开吧 这位父亲说 你能不能帮我呀 警察走过来说 我们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这样不但不离于你自己 对他人也有危险 马上回去吧 他还是那句话 你帮不帮我呀 人们叹息地走开了 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 但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的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他挖了三十六个小时 再也没有人来阻挡他 他满脸灰尘 双眼布满血丝 浑身上下破烂不堪 到处是血迹 到了第三十八个小时的时候 他突然听见地底下 传出孩子的声音 爸爸是你吗 爸爸大喊 阿曼达我的孩子啊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 我的孩子啊 儿子在地下说 我告诉我的同学们 不要害怕 只要我爸爸活着 就一定会来救我们 因为爸爸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 你总会和我们在一起 父亲接着问 孩子啊 你们下面有几个孩子活着 儿子说 爸爸 我们还有十四个同学都活着 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 房顶塌下来的时候 架了一个大三角形 我们没有被砸到 但是我们很饿 很干 我们很害怕 这时候父亲像发了疯一样 对着四周说 大家快来啊 有十四个孩子啊 这个故事说明 奇迹虽然让我们很庆幸 但是信念的能力 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们现在人 想要做事情成功 要相信自己 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要学佛的人 要修心成佛 要做好人 我们要有信念 我一定能够改掉身上的坏习惯 学会用心灵的力量 让自己能够彻底改变 这就叫修心啊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相信会失败的人 你总是相信不好的结果 一定会发生 因为他们的错误 在于你缺乏自信 我们学佛人 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 已经有菩萨保佑了 很多生癌症晚期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好 他相信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的 所以坚定的信念 就算活在烦恼的人间 你也一定会修出一个 心中的净土世界啊 在今年六月十号下午五点钟 有一个叫渠县高中毕业生 叫小西 和他父亲一前一后 走在渠县北门附近的时候 这个小西突然不见了 六月十一号上午 小西的父母向救援队求救 六月十三号上午 渠江河面上发现一具尸体 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自杀了 小西在网络空间中写道 自己考了九十八分 还要被父母亲骂 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 父母亲就知道钱钱钱 因为我带你去补课 给了你很多钱花 自己却越来越自闭 这个事件已经惊醒了无数的家长 现代社会人 崇畅着是物质的享受 却忽略了精神世界的充实 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心灵扭曲 造成了人生的迷茫空虚和痛苦 学博人要学会对物质 要无穷的欲望没有反应 经常想一想 我够了 我可以了 我满足了 我告诉大家 还不满足的人 可以到医院去走一走 看看那些明天还活得到 活不到的人 天天还觉得自己 还不满足 还很孤独的人 希望到他孤儿院去走一走 每一天还觉得自己应该做很多事情 看着别人的拥有 自己感觉很失落的时候 还要拥有更多的人 希望到坟上去走一走 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活着多么的幸福啊 所以 一个教授 去给学生上课 教授贴了一张白纸 在黑板上 用笔 在白纸上 点了一个黑点 就问一位同学说 这位同学 你看见了什么 这位同学说 教授我看见了一个黑点 这个教授又问 同学们 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所有的同学 异口同声的说 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点 教授说 你们为什么就看见这么一个黑点 这么大一张白纸 你们却看不见 偏偏就盯住这个黑点呢 现在人碰到什么事情 不看住别人的优点 看见别人的缺点 盯住不放 太太 为你做了一辈子的家务 为你生孩子 对你这么好 他有这么多的优点 你看不见 因为他有一个缺点 你就恨他 骂他 盯住他 不放 所以学博人 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少看别人的缺点 你的心中 才会越来越光明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要学会谦虚 要多看别人的优点 在德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 奥尔夫 因为他成功的发明了一种 从熔炼的废渣当中 回收铁的方法 欲满欧洲 这个人不少爱好物理的年轻人 就拜他为师 有一天 奥尔夫的一名弟子叫 罗蒙罗索夫 他在权威的学术杂志 德国科学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文中 这位引号狂妄的学生 竟然点名批评他的老师 说奥尔夫是一个保守的老头子 并指出这个老头在校学当中 有很多错误的观点 一时间 舆论哗然 许多人打电话 给奥尔夫说他 为什么你不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 好让他以后知道 怎么样尊敬老师 尊重权威 但是面对学生的指责 奥尔夫教授没生气 反而很得意 在罗蒙罗夫批评他不久 举行的一次演讲会当中 这个教授 料料数语解释了一切 他说 其实啊 那篇文章是我推荐 给德国科学打表的 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圆满的 完美的 敢与向老师挑战的人 能提出自己见解的人 我认为才是最有出息的学生 台下的听众先是一愣 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他们敬佩这位教授 宽容大度 也被他的学生高明的处理问题技巧 所折服 作为一名身具实力 但默默无名的支辈 他没有将文章直接发表 他写完了之后 先恭恭敬敬的 写给自己的老师指教 虽然里边有对教授的不忠 然而他还是请教授来查看 最终还是有大名鼎鼎的教授 推荐发表 所以很多人为老师的谦虚和博学喝采 更有很多人对罗蒙索夫 他的勇敢的精神所敬良 最后他也很快成为了文明的科学家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找高手下棋 你可能成为一个高手 与庸者对弈 你只会日趋平庸 与高僧大德学博 你会智慧无比啊 学会经常忏悔 自我反省 就是通过自我意识 来观察自己的言行 佛学当从经常讲到一句话 叫静坐观心 真望必现 说的是 为什么静下来之后 你的妄念就会出来呢 我举个例子 你们里边有很多人都是念经的 平时倒没有很多妄念 当你一坐下来 想念经的时候 你脑子里什么样的念头都出来了 哎呀 我的水还烧在厨房里呢 哎呀 几点钟接孩子不要过头啊 什么样的杂念都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心要安定 必须要大智慧 要经常的静坐观心 把自己的心看到 你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众生才会知道 你是一个圣人 台长在节目当中 看出听众很辛苦 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他良心好 经常帮助别人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现在人发胖 血压高 头晕 牙齿不好 台长还指出他过去 感情方面做错很多事情 他说什么都瞒不过台长 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台长 我是马来西亚打来的 我是1984年 你这个人很苦啊 很辛苦啊 而且你很辛苦 人家不理解你 听得懂吗 对 经常帮助别人 良心很好 年轻的时候也整挺漂亮 现在微微发胖了 对 台长说得很对 我真的是 越来越发胖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血压系统不好 对 血压有点高 哦 对 头有点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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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而且连牙齿都现在不好 牙齿都不如以前 对 对 台长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你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 而且我还知道你感情问题 我都很清楚的 现在 过去 做很多事情听不懂啊 我现在 我听懂 你叫台长看 我就停不下来了 我现在都看见了 对 对 我什么都忙不过台长 我只很想真的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修吗 要真的要真心修行的呀 要度人的呀 好 知道 感恩台长 感恩 谢谢 我们学佛做人 什么叫解脱 解脱就是不要让自己烦恼 不要痛苦 永远要想得通 你才能解脱 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快乐 很幸福 记住了 这个不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当我们得到一些暂时利益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很快乐 家里暂时没有什么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幸福 我这一次在加拿大弘法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一个商人 他经过二十年的奋斗 终于成为亿万富翁 他住上了豪宅 拥有了世上的一切 他自以为可以永远快乐下去 但是在五十五岁的一切 他因为眼角磨破裂 眼睛瞎了 他看不到自己的豪宅 更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他看不见阳光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 他在五十九岁的时候因为忧郁症自杀身亡 这难道对他不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吗 我们有时候得到的人间的一些物质 我们不知道他很快就会失去啊 很多人的毛病 以为得到了 就以为永远不会失去 失去的时候万般痛苦啊 台长经常讲的一句话 要想自己不承受失去的痛苦 就不要多多的数取 因为记住了 只要你能够得到 就一定会有失去的这一天 所以让自己不想得承受失去的痛苦 最好的方法就要清心寡欲 少得少贪啊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让我们忧伤 让我们欢喜的事情都是一个幻觉呀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中学 在小学 在大学 我们多么开心 现在想起来就像一个梦境一样 只是一个幻觉 但是当时我们为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多少 所以年轻时候的欢乐 现在到哪里去了 台长教你们 学博做人要学会 四个不去评价别人 首先第一个 不要评价别人的好坏 因为他们并没有影响你的生活 第二个 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德性 因为你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第三个 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家庭 因为你会影响你的心态平衡 第四 不要评价你看不起的人 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 这样你会功高我慢 变得非常让人讨厌 所以这个四步评价 希望我们学佛人 好好地记住吧 我们今天拥有的不代表 你明天也会拥有 今天你胡乱地花钱 因为你明天可能会失业 今天你拥有名和利 要学会谦虚 如果你继续功高我慢 可能明天你会失去一切 所以学佛的人要看到未来 未来的人要学会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要明白任何人都是有本事的 不能把别人看低 总之也学佛做人要低调 成功就会增加多一点 不要因为人间的烦恼而想不通 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很痛苦的 当你能够接受有承受无的时候 你的境界才会真正的提高 你想自在的人就要开悟 那就叫明心见性啊 台长再告诉大家 学佛人要经常想三点 第一点要经常想我伤害别人了吗 不要伤害别人 那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要想到今天我拥有的 我很感恩 我很满足 所以第二点叫 珍惜今天拥有的 你就不会失去 第三点 知足是良药 因为当你知足的时候 你是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啊 英国迟早都会来 就看你在人间中什么婴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有一对同龄的夫妻 一起庆祝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他们刚刚要Happy Birthday的时候 天使出现了 天使来了 天使说 我祝福你们六十岁的生日 你们许愿吧 我一定满足足足足足足足 这个时候六十岁的妻子说 哎呀天使啊 我好感恩你啊 我好想环游世界 天使说成全你啊 当一下 妻子手上多了一张环游世界的飞机票 这个时候天使转过来 问六十岁的丈夫说 你呢 你许什么愿呢 这个时候 这个丈夫非常的激动 就问天使说 你真的能成全我吗 天使说 从不反悔 丈夫高兴的 向天使说 我希望你能够 我天使 我希望我能够和一个 比我小三十岁的女人结婚 这个时候天使说 成全你 当 他的丈夫一下子变成九十岁了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心只会伤害自己 我们要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都做一个善良的自己 一个慈悲的自己 一个生命超脱 凡人的自己 人间的生活一定有烦恼 记住了 我们的烦恼就像乌云一样 暂时可以看不到光明 但是他一定会过去的 所以迎接光明 那是人的本性 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佛友们 不管你身体工作学习家庭 有什么困难 坚持 你一定会走出困境的 台长在节目当中 有一个上月个月底 一个听众反馈 一位患了癌症的老妈妈 通过心灵法门 许愿放声念经 三大法宝 癌细胞全部消失 精神非常好 完全看不出 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而且老妈妈 在化疗的过程当中 连头发都没掉 还是自己黑白黑白的头发 请大家再听一段录音 其实我要跟您分享一下 那位老妈妈啊 她在关一行 她之前她是癌症 然后她通过心灵法门的 许愿放声念经三大法宝 现在的癌症细胞 已经全部消失了 当然她也有积极配合 那个化疗医生的治疗 癌症细胞全部消失 她在观音堂的精神非常的好 如果她不说的话 我完全看不出 她是一位癌症的患者 而且她在化疗的过程中 就是没有掉头发 她头发都没有掉 她是那个黑白黑白的 都是她自己的头发 然后心灵法门 就是真实不虚的 谢谢 下雨之后 有一只蜘蛛啊 在非常艰难的向墙上 已经支离破碎的往爬去 由于墙壁的潮湿 它爬到一定的高度摔下来 它再往上爬 又掉下来 第一个人看见了之后 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 我的一生不正是像这个蜘蛛一样 忙忙碌碌 而无所作为吗 哎 日渐消沉 第二个人看见了 他说 这只蜘蛛真愚蠢 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 绕上一圈爬上去呢 我以后可不能像这只蜘蛛一样的愚蠢 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个人看到了 他立刻被蜘蛛屡战屡败的精神所感动 从此他在工作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坚强 学佛人要学会用正能量去看问题 看每个事情的长处 成功者处处都能发掘成功的力量 学佛人到处能发现自己的慈悲心 台长希望我们学佛人多多的原谅别人 要记住了 你原谅了别人 自己会好过 你恨别人 第一个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台长说个笑话 有一个人去吃饭 他的气量也是很小 但是这个老板也不好 他要了一碗香菇面 但是他把面条挑起来 找不到一块香菇 他非常的生气 他指着碗就问老板 老板香菇面里怎么一块香菇都没有的呢 老板淡淡的说 哎别太认真了 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当中吃出个老婆出来吗 人生在世 最常见的就是被一些微不足道 完全可以迅速忘掉的 但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小事所烦恼啊 所以会失去理智 我经常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老人家 因为儿子有一次在公开场合羞辱了他 他一辈子不理他 一辈子不想跟他讲话 到了最后自己要走的时候 妹妹带着哥哥来跪在妈妈面前 妈妈 哥哥回来了 他认错了 妈妈你原谅他吧 这个老人家喘着出去说 我死了 我也不会原谅他 走了 不要被别人气死啊 在沈阳有一个老伯伯坐公共汽车 推脚步方便 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边上 一个年轻人就是不让他坐 老伯伯讲了他几句 他讽刺老伯伯 老伯伯气得当时抽了他两个耳光 但是自己扑通就死在了公共汽车上 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要想通啊 不能再生气了 要记住气出病来 无人替啊 我们要记住珍惜时光 有一家三口住进了新房 妻子见丈夫和儿子都不太讲究卫生 就在家里写了一条标语 上面写着讲究卫生 人人有责 都处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要讲究卫生 儿子放学回家 一看见标语 拿出笔 就把标语的人人上加了一横 就改成了讲究卫生 大人有责 第二天 丈夫看见了 就拿出笔 在大人上加了两点 把标语改成了 讲究卫生 太太有责 所以人就是这样 不停地在让自己缺点重复 又不能原谅别人 什么事情先怪别人 不肯怪自己 传统的中华文化讲 责任者先责自己 记住了 一个手骂别人 三个手指骂自己啊 一个人要懂得 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我们要多多忏悔自己的过错 所以自己要知道自己的缺点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夫妻吵架 和丈夫和妻子在一起 为什么会越吵越厉害 因为丈夫觉得她是最有道理 太太以为她是最有道理 所以两个人有道理的人才会争吵 记住了 要想改变别人 很难很难啊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想改变别人的人 就先改变自己 人生只是一个旅途 人生就是一列没有回头的列车呀 我们在这辆列车上 没有一个人会从头陪到你底的 上上下下的乘客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亲戚朋友啊 感恩他们每一段陪过我们 度过这一段人生列车的人 感恩他们 人生只是个旅途 一切烦恼到最后都是空啊 名利也是空 希望大家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没有贵人 台长告诉你们 多多的去度人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等到别人都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大贵人啊 希望我们洛杉矶 我们的好朋友们 你们能够越来越好 学博念经 让自己超脱 自己凡人的思维 变得越来越开心 身体好 精神好 能够在人间借甲修正 在人间就过得快快乐乐的 等到我们百年之后 我们才能有机会 见到我们快乐的弥勒佛 快到见到我们慈悲的 观世音菩萨 见到我们伟大的佛祖 释迦摩尼佛呀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鸿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感恩华金鸿台长